真的是危险路段 几乎每个月都有车祸发生 也曾经有死亡车祸 这样的情形就发生在 系纸系万路三段靠近211号 有连续弯道 也因为弯道处视线不良 车祸意外频传 只是要结完取值却拖了好久 光是这三年来就会看了十次 现在终于已经进场施工 24号上午 议员周亚林服务处 也前往现场了解工程状况 还有进度 这是在去年2月时 再度会看的画面 这里是系万路三段 靠近211号 有连续弯道 也因为转弯处 视线不良车祸意外频传 只是要结完取值 争取了两三年 一直没有下文 也因为一直延宕不幸的意外 已经先发生 造成了死亡车祸 所以议员周亚林 也紧盯相关单位 在这个月终于动工 对啊 这个结完取值已好几年 现在东宇要施工 这个施工不只是 我们轰内里的服务 也是这个用路人的福气 这个都要感谢我们 周亚林议员 她的大力帮忙 争取这个经费 来做这个结完取值的工程 我心很沉重的说 这三年来 一直努力 跟相关单位争取 这样子的一个路面拓宽的 原先的很危险的 一个S型弯道 改成今天这样子路面拓宽 那我们也感谢相关单位 总算是积极 而且也正视这样子的问题了 在早几年前呢 这样子的一个路段 其实常常发生车祸危险 那也在去年 去年那一次的 会抗完之后 又发生了这样的车祸 有关单位才正式的注意到 这样子的一个 有关生命的一个危险问题 24号上午 议员周亚林也前往现场 关心时工状况 好进度 这里的结完取值工程 真的是得来不易 光是这三年来 就会看了十次 与地主协调 也向市府争取了 近700万元的经费 要将这危险的S1拉值 那花了将近700万的 这样子的工程经费 但是亚林个人觉得 是绝对是值得的 而且这三年的这样子 一个积极的争取 那也在养工处的 这样子的一个近日的开工 我相信让我们未来 在行经我们细弯路 这样子的好山好水 这样的路段 让我们在行的过程当中 会更有一个安全性的 一个保障 那我们也期许 这样子的工程改善之后 毕竟只是阶段性的 那整条细弯路过来当中 其实有很多 这样子的一个车道 其实是一样 陆陆续续做改善的 市府养工处 在这个月初 进场施工 结完取值 从电线杆这里 往S1道拉直线过去 最快四个月可以完成 改善当地的交通问题 就成惠林细致采访报道